《严川》 姐姐如果当初能嫁给你 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我不觉得它是一部爱情电影 我觉得更多的是 在芝华这个成长过程中 对时间流逝的一种叹息吧 我为你牺牲了多少 我就很牺牲吗 这个角色很有趣的是 她就是某一种非常亚洲的母亲 她很不快乐 电影的一开场 就是她累积了她十几年来的愤怒 我跟导演之间其实是有认知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她的情绪 她这个人最难看的样貌 先让观众看到 故事才能开始 那观众看到后面的时候 才能够理解 并且也许可以找到认同她的理由 从我理解这个角色上来看 其实她是一个女性主义 自我认识的一种解放 只不过说这种解放来说 它是伴随着一部分是牺牲 然后就是我接到剧本 基本上不跟外界联系了 就像造了一个庙什么一样 完全的就是抛弃掉自己的欲望 那个感觉很神奇 在船上的时候 就跟台词里说的一样 就是到一个真空的世界里面 就是你过去和你的未来 都不存在了 只有此刻 这个角色很特别 非常特别 在电影当中 很多时候都是处于 穿针引线的一个角色担当 因为邓超在戏里 她也演我的丈夫 然后又一个 模仿我丈夫的一个人 所以特效部分的需要 我的角色 很多戏都要演两遍 所有的动作 她要一模一样 不能过到画面 不该过到的地方 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做特效 然后整部戏都在下雨 水会让衣服增加重量 但是又有风 需要把衣服飘起来 所以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 咱们是哪种人 讲胡商的人 恶不死江湖上的人 乔乔从一开始 非常小鸟依人 那个女人的小女孩 那个形象 慢慢走到了一个 江湖女人的这样一个形象 她留恋的是江湖中的人 江湖中的情和意 就在我演的时候 那个状态 我自己特别像一个侠女 在我自己的工作当中 我有习惯写一份特别长的人物小传 从她的三岁开始写起 一直写到她初恋是跟谁 然后怎么样结婚 怎么样到了年老 大概写到六七十岁吧 所以说当我走进现场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赵涛带着乔乔走进去 而是乔乔带着我走进去的 表演是什么 我觉得表演是非常伟大的 就是脑子真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只有此时此刻的剧情 我觉得那是最完美的 电影的表演 对我最迷人最吸引我的 就是让我有了一个表达的出口 可能就是说随着时间 随着我自己的成长 我对这方面也会越来越 就是情感的深入和了知 其实它就是在反映 当客的某一些社会状态 我可以成为这个当代的演员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